美国联准局进入退出量化宽松的倒数计时 意味着货币政策的钟摆开始转向另一边 之前就有经济学家评估 全球各个主要经济体的复苏周期并不相同 因此未来几年投资人重要的不是获利 而是守住风险门户 那么如何看待量化宽松退场 对于全球经济可能造成的风险评估 今天的焦点纵横为您解析 吴教授您好 您好 美国7月的失业率降到4年来的低点 使得FED距离缩减量化宽松措施是又更近了一步 不过美股却也是应声下挫 今天老师 现在如果FED缩减量化宽松的话 那到底会有哪些冲击呢 是 其实量化宽松在近年来 那已经炒作了非常厉害 那这个FED就是美国年准会 什么时候会退场 那也是炒作了一段时间了 那我们知道现在大家对QE 它的效果已经有去定论了 所以即使它有效果 也是非常短的这样一种效果 而且现在变成这个QE以后 因为过去还是金融政策 也是把这个钞票印出来 那以前是直接然后印钞票 然后QE的时候比较间接 间接就是在买卖 这个政府的这样的债券 那一些东西 它用这个间接的这种方式 把钱放出来 不过到最后还是把钱放出来 那现在发现它这个效果是非常少 那几乎是没有效果 而现在变成什么样东西呢 它是对这些投机市场 其实反而造成一种干扰 所以我们最近也常常这样的分析 或者说看到每一次 有这样种FED然后放出消息 说他们要退场 然后这个股市就硬生下跌 然后隔天就说没有 股市又上去了 所以对股市其实变成一种干扰的因素 而不是一种帮助的这种因素 所以现在如果真的是QE 然后宣布完全退场 在我看来那不是一个坏事情 但是要强调 在短期当然它会有一些这样的影响 影响市影响着泡沫的那些市场 所以对最大的影响到底是在哪里 现在钱最多了 或者泡沫经济最明显的 当然就是中国 所以QE退场对中国至少短期 它会造成非常大的这样的冲击 我们知道现在中国这样的问题非常之多 那最主要的还是钱太多 然后引起投机炒作 几年来这个都没有办法消失 而现在已经变成金融系统性的风险了 所以这个QE退场以后 如果甚至是有一天突然间退场 对中国打击应该是非常之大的 现在他们经济正在说会不会硬着陆了 所以台湾尤其在这个方面 我们应该要是密切地去注意 因为美国这个QE退场以后 对这个中国这个打击是最大的 那台湾站在他旁边 所以我们应该远离 这个中国不要主动地 然后去跟他亲密的这种接触才好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